韓國瑜,韓國瑜我要告訴你,我補充一下剛剛鄭浩講 就是說這個744個人裡面,除了確診的27位在負壓隔離病房之外 其他他戶籍設在高雄市的有350人 我真的很佩服韓國瑜這麼認真 就我不曉得你的衛生局長到底是在害你還是在幫你 認真但是你還真去打電話 難道你的衛生局長沒有告訴你這些戶籍設在高雄的350位官士兵 他們現在都住在集中檢疫所嗎 第一天在上週末出現前面三例確診的時候 當天就全部召回,然後全部安排住在10個不同的集中檢疫所 那我不知道住在高雄有多少人 那這些人第一個,他住在集中檢疫所 第一個,他絕對跑不了,他就是在那裡面 第二個,集中檢疫所配備有醫護人員 要做疫調,他們現場直接面對面問 更快,不需要勞你打電話 那所以我覺得,我知道韓國瑜因為最近可能會面臨 這個六月六號斷腸日的決戰 他很緊張,他想要把這一波的 跟高雄有關的疫情 把它操作成他自己的市長保衛戰 政治上你要做這樣的操作 我也沒什麼意見 價值上的判斷交給高雄市民主辦 但是拜託你操作的稍微可不可以專業一點 你先把防疫的SOP先搞清楚 第一個,再告訴你一次 沒有確診不用做疫調 第二個,這些人現在都在集中檢疫所 不需要你去操心 好,其實呢,這個陳時中也有講說 電話的這一塊,因為他們都在集中檢疫所 所以其實是有防疫的人員 他可以跟他自己有接觸,可以好好的 如果真的要疫調的話 他們可以確認身份再進行疫調 所以陳時中講說 我們希望不要在電話沒有確認下來進行 避免個資可能會被洩漏 或者是有不當運用等等的狀況 任俊哥你覺得說現在這樣的一個時間點 那韓國瑜他這麼高調 而且他還嗆這個海軍司令部 我說你們這個官兵非常不配合 我們可能要開罰,開罰多少多少錢 他現在沒什麼 我想從不同層面來看 就是說台灣的這個整個的疫調 為什麼讓大家信賴 你看每一天中午開的 兩點鐘開的這個記者會 只要時間稍有一點點變化 大家都在等 比如說今天大家可能講說 那這一次的這個海軍的官兵 是不是有可能會讓整個的疫調的狀況 變得更為複雜 或者是讓他人數更為增加 可是我們真的回來看 就是為什麼大家那麼高度的關注 而且信任這個所謂的疫調 因為我們所公佈的數字 說真的經得起挑戰 他今天告訴你說 我調查了多少人 有多少人是確定有感染的 有多少人是被排除在外的 那我的接觸者有多少 我實際上調查者有多少 這每一個數字都很清楚 你從來沒有聽到 所謂的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告訴你講說 我今天疑似發現了幾個人 你知道疑似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就是說當大家對於疫情來講 我剛剛講 為什麼你相信這個疫情指揮中心 因為他告訴你數字是他經過調查之後 排除就是排除 有就是有 這個沒有問題 我如果今天有一個縣市首長告訴大家 我告訴你 在疑似有幾個人 我死了 那這幾個人在哪裡 你今天只公佈了一個說 這九個人疑似是跟那一些人有接觸 在同樣的這個路徑裡面 現在疑似有九個人感染 那這九個你要把他關起來嗎 那這九個你要做什麼 那這其他的人會不會因為這九個 產生更大的恐慌 我認為這是當他今天在公佈這些 我相信我打從人性本善的這個部分 我認為韓市長可能是真的想要超前部署 他可能想要讓大家知道他們很認真 他超前到他三個半個開了一個直播 然後說他要去汗神巨蛋去相關的這個 防疫視察消毒等等 人家十一點才開門 他可能真的是超前 非常超前 所以我就講就是說 疫情這件事情沒有人開玩笑 更沒有人你想想看 我們為什麼大家都講說不要散播假消息 不要去散播一些未經證實的消息 之前我們才剛看到有單位趕快澄清講說 不好意思我們不小心 那個大家有說什麼幾個地點 那個是錯的 大家不要再傳了 為什麼 因為這個會造成恐慌 所以我老實講就是說 高雄市政府如果他今天覺得說 我今天調查出來確定有誰 你趕快把安排就醫 趕快把他弄一些該做的做 該消毒的做什麼 沒有人會責備你 可是當你用一個儀式的時候 我跟你講全高雄都恐慌 不要講全高雄恐慌 大家也會怕說這幾個告訴我 那你是不是要公佈這九個儀式者的 後面的足跡 當你開始這樣子做的時候 所以我覺得這整件事情 韓國瑜他不管他想要做怎麼樣 我也甚至不去 你知道現在有些國民黨朋友講說 你看韓國瑜也很認真在做 結果為什麼他的那個防疫的那個 整個的評價裡面在六都最後一名 我認為現在問題就在於是 大家願意相信政府 這個政府不是只有中央 這個政府是包含地方政府 大家都願意一同相信 所以當你今天把這件事情把它放大到說 我告訴你儀式 有儀式出現的時候 我相信沒有一個醫生會認同說 今天你可以公開這樣講說 你的單位裡面有幾個儀式的 有幾個怎麼樣 那我講真的 那大家人人都害怕嘛 所以我覺得這整件事情 對於高雄來講 韓市長他基於什麼樣的考量去做發布 我不去揣測 但我認為韓市長的政府裡面 他也有很專業的醫生 他也有衛生單位 他也有很多東西 我相信這些人應該會告訴他 或者應該去理解 就是說 當你採用所謂的儀式的這種說 那如果各縣市通常都來儀式 或我今天儀式發現了幾個 現在不是你嫌疑犯了呢 疫情的東西是要非常確定的 就像我們在這一次講到海軍的 這件事情的時候 大家也都知道就是說 就是說這一些染疫的或怎樣 只希望趕快查清楚之後 對於他本身的這個所謂健康問題 趕快讓他可以獲得治療的 趕快獲得治療 那他有接觸過的人怎麼樣 有確定大家趕快去查 查完了之後 有感染有症狀的時候 可以接受治療 我覺得這才是今天大家在討論 這件事情的根本上面 我們絕對不會講說 哇這幾個人去哪些地方 他疑似接觸了幾百個人 幾千個人 所以都怎麼樣 這是不一樣的狀況 所以我還是這樣強調 就是說市府在發布這個訊息的時候 你不能夠就覺得 那你那個中藥疫情指揮中心 你也發布了細胞檢訊二十萬 你看我才公佈九個儀式 不是這個概念 不一樣的東西好嗎 這是完全不一樣的 就這只能 我只能這樣講 超前部署我覺得很好 有很多是來自於你提前的 預先的想法 他可能只是想像 但是你可以預先預做準備 但是當你公佈出來講說 我儀式又怎麼樣說不好意思 你等於是把這件事情 推上了火線 那現在高雄市民 我相信一定很多人會問說 這一四九個在哪裡啊 這四個這九個怎麼處理啊 這九個的足跡 你要不要公佈一下 因為我也會怕 搞不好他一四一我一四二 到了一四第三代的時候怎麼辦 那沒完沒了 整個高雄市沒人敢出去了 有四三四十五個地道 一四五個地道 由你跟有兩個人會選擇